哈喽 你好 我是盈盈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 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 尤其是女人 为什么 因为女人是水做的 嗯 好啦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水 前阵子呢 停水的时候呢 没有水洗澡的日子 你是不是觉得很烦躁呢 要没有经历过呢 那是不是呢 在这种时刻啊 才会突然意识到 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嘞 毕竟呢 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有60%都是水啊 我们自己本身呢 就是行走的水瓶来的 水对我们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啊 我们平时喝的饮料啊 用的自来水啊 它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水的一生 又是怎样的一个journey呢 虽然很多人都说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水资源是很丰富 完全不缺水 但这到底是事实吗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 马来西亚生活用水的前世今生 水从哪里来 会去哪里 如何从自然界 流进我们的水龙头 又是如何影响着 我们的生活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看看 谁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吧 嗨 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我们是迎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er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 我们以科普的方式 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 民生 时事议题等等 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 也有访谈哦 那有这么多的内容 有兴趣的朋友 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 还没的话 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 我们每个礼拜三跟礼拜六呢 都会准时上影片 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 OK 回到正片 水的循环 水是我们地球上的最宝贵的资源之一 它的生命周期呢 从自然界到我们的家庭 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最后又回到自然界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以前我们课本里面呢 都会学到的水循环 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现在所喝的水呢 曾经是过去恐龙的尿 诶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说法 听起来真的很不可思议哦 水确实呢 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地球上 不断地循环 就好像是一个大的圈子 从陆地蒸发到空中 再从云中呢 降落到地面 最后呢 流向河流 湖泊和海洋 形成了液体 气体 固体 又变成了尿 又变成了液体 重复的循环 我们今天喝的水啊 也许呢 真的就是几亿年前的水 也就是他们说 恐龙的尿啦 所以这个说法你掰吗 我接受不了了 我接受不了了 那到底呢 我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自然界来看呢 水呢 是从一滴滴的小雨开始的 从天上掉下来 融入了大地 渗透进了土壤 不知道大家在爬山的时候啊 有没有注意过水流呢 那一般上呢 山上呢 我们会看到有水呢 从地下冒出来 这种水呢 就是泉水 也是由河流开始的起点 从高山开始流 顺着山林 慢慢地往下流动 穿越了森林 还有瀑布 再慢慢地经过 其他平坦 弯曲的土地 和其他的小溪相遇 最后呢 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河流 流向大海 我们家的水又是从哪里来呢 那了解自然界的水循环之后呢 我们就具体地来了解看看我们生活用水的循环 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有97%的生活用水呢 都是来自河流的 所以啊 河流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你知道你自己住家水龙头的水 是来自哪一个河流吗 那了解自己的水来源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守护 最靠近我们的这个水源的水质 这里呢 就介绍大家两个方法 可以找到我们家的水的来源 首先 第一个 你是可以呢 在自己的住宅区附近 寻找看看最靠近自己家里的河在哪里 那你就可以吃饱没事做的时候呢 就从家里的沟渠开始 一路沿着走 找到了家里附近的河流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开车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河流啊 确实看起来呢 就像是自然的河流 但是呢 有一些呢 更像是一个大沟渠 可以多注意看看呢 一般的河流呢 是会有蓝色的栏杆的 就是你们家里最靠近的河流 很有可能呢 我们的生活用水 就是透过这个河流而来的 而另外一种方法要找到河流呢 就是打开你的Google Maps 先找到你家在哪里 打那个定位找出来 再找到最靠近家里的这个蓝色线条 你只要放大来看呢 你就可以找到你家附近河流的名字啦 一般上呢 我们的水源呢 是来自上游 所以呢 可以往山上的河流去找 如果你生活在吉隆坡 水兰鹅或者是普查扎亚的话呢 一般主要的来源都是 斯拉沃 River 或者是 拉纳 River 所以呢 如果我们出现无预警断水的时候呢 一般上呢 就是这几个河流被严重污染了 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有干净的水源使用 其实呢 关于河流呢 专题呢 我们有做过几个 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去找来看哦 从河水到水龙头的处理过程 当然我们的生活用水呢 也不是直接从河水取用的 从河水到我们家的水龙头 水是需要经过水处理厂的这个复杂的处理过程 来确保水是安全使用的 首先呢 水会从河流抽取 经过的初步的过滤呢 去除比较大的杂质 例如说是树枝啊 木头啊 或者是石头 再来呢 水就会经过浴厨里的阶段 去除南温的气味 再来就会再加入一些化学药品 去除水中的这个泥沙和其他的浮游物 到最后呢 水就会进入消毒的阶段 确保水源的安全性符合健康标准 才会慢慢的透过配水系统 输送到每一个家庭 而当我们在家里呢 使用完水源 例如说我们上了厕所 洗完澡之后 那这些水又会去到哪里呢 大家都在家里有收到过 Inda Water Consultium的这个账单吧 大部分的住宅群呢 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系统 去处理废水的 大家也是一样 你可以透过这个Google Maps呢 找到家里附近的这个 Inda Water废水处理厂在哪里哦 水污染的罪亏祸首 那虽然呢 看起来啊 这个水处理系统呢 已经是非常的专业和完善了 但是呢 我们的水源呢 常常会因为我们的人类的活动呢 而受到污染 当中呢 最多的原因就是 家庭废水 工业排放 还有农业污染 家里废水呢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废水 像是洗澡水 洗地水 厕所污水等等 如果没有经过处理 直接排放进去河流的话呢 就会造成水质严重的污染 尤其是清洁剂当中呢 含有的化学物质 是会对水生物呢 造成伤害的 厨房产生的废油 或者是食物残渣 没有经过过滤排进沟渠 也会造成河流浑浊 和散发难闻的这个臭味 而另一个污染源呢 则是工业废水了 一般来说呢 这些水呢 化学药品还有有毒的物质 如果没有经过处理呢 就排放到河流里面呢 是会对水质呢 造成严重的影响的 这个完完全全是会对 整个生态系统呢 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农场使用的大量肥料 还有杀虫剂呢 也是会随着雨水流到河流 导致水体营养不均衡 藻类过度生长 这也会消耗水中的氧气 影响水中生物的生存 你知道吗 根据环境部的这个研究啊 我们马来西亚有一半的河流呢 是受到污染的 来自多个地方甚至长时间累积而成 除了上面说到的污染源 还有呢就是我们一部分的人呢 也会习惯啊 在这个街上乱丢垃圾 这样子的话呢 下雨的时候这些垃圾呢 就会被冲刷到排水沟 造成了堵塞还有污染 当污染呢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们的饮用水呢 也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甚至会引发疾病 像是霍乱流感等等 长期饮用被污染的这些水啊 还会导致慢性健康问题 例如重金属中毒或者是癌症 所以呢每一次污染发生啊 我们的水处理厂就不得不关闭处理水质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问题 而水处理呢 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和便宜 有很多人呢不理解水处理需要很高的成本 根据SPM的数据 处理一立方米的水成本呢 是两令吉三十一三 但是家庭用户的水费平均却只是五十二三每立方米 所以呢其实啊 我们付的这个水费真的是没有办法完全负担水处理的成本 而我们的水费呢实在是太便宜了 而地球上呢有70%的表面呢是被水覆盖 看起来呢我们是有源源不绝的水 但是呢其实啊我们可以引用的水源呢是非常稀缺的 全球就只有3%呢是淡水 来自湖泊 溪流 河流 和地下水 而这一些淡水里面呢就只有0.5%是可以直接取得的 再加上呢现在呢天气不是变化很巨大吗? 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水质 有时呢长时间没有下雨 有时候又会狂风暴雨哦 那尤其呢是在暴雨的时候呢又会把这些垃圾啊树枝啊油枝等等 瞬间带到河流里面去 就导致我们的水质呢变污浊 影响水源的可用性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虽然呢马来西亚的水源污染问题呢常常发生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一起通过简单的行动来减少水污染 首先呢我们可以对身边的河流呢有更多的意识 了解我们自己的水源从哪里来会排去哪里 我们一起来练习成为一个公民科学家 常常去检测呢附近的河流观察河水的颜色 是否会突然变成黑色啊白色啊或者是绿色 去闻闻看你哎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去看看有没有一些可疑的丢垃圾的行为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运用一些简单的工具 像是透过测量PS值 氧气等等去了解河流水质的状况 或者呢是透过观察河中的生物 如果你有发现污染的行为是可以立刻拍照去环境局或水务局检举报告的哦 如果你发现啊河流的垃圾很多 可以自己或者是组织朋友附近的邻居 大家一起去清理垃圾这样子也不错 过程当中呢还可以记录出所有出现的这些垃圾 帮助了解有哪些垃圾进入到河流里面 而这些垃圾又是来自哪里呢 捡完垃圾之后呢也要记得要做好分类啊丢到垃圾桶 不然呢很容易又会出现啊 捡食垃圾之后垃圾又回到河流里面去了这种尴尬的情况啦 当然呢平时呢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减少使用化学清洁剂 选择支持环保的产品 也要多留意附近的水沟和排水系统 是否有食物残渣废水等等排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尽量找出废水的源头 让废水连接到家中的排水系统进行过滤 而不是直接排进河流 好水呢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今天呢我们了解了水的这个生命周期 从源头到水龙头再加到自然界的这个过程 我们希望呢可以帮助大家呢更加的珍惜 还有保护水资源 也希望呢大家今天了解了水的生命周期 和水污染的严重性之后呢 能够从自身做起保护我们的水资源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为我们的水源负责 也为下一代留下更美好的环境 我们都不是最完美的国民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怎么可以做得更好 美好的马来西亚需要你跟我 今天是我们这支影片不知道解释了之后呢 大家有没有对于我们水的一生呢更为了解了呢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 哎呦这在小时候课本都有教啦 还需要你来讲 还是哎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些分享 是大家不知道的呢 欢迎留言跟我们交流交流 当然我们也推荐大家呢 可以去follow我们的撰稿人 嘉宜他的这个Lessary 还有EcoLessary的这个单位呢 都是在为环境教育呢做努力的 我们这次的第三届想要生活节呢 也是有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们会举办两场呢就是河流超人工作坊 适合呢7岁到12岁的儿童来参加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描述栏那边呢 去报名参与 一场呢是英文的 一场呢是中文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组织了一个论坛 论坛的主题是 我想成为更好的环境公民 BUT 来跟大家聊一下啊 就是在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公民的时候的 当中的一些困难呢 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跟彼此和解 如果想要参加的朋友的话呢 这一个论坛呢是免费参与的 大家都可以随时过来 今年想要生活节呢 会在双城进行吉隆坡场的话呢 我们会在8月30、31号 9月1号在巴萨胜利这一带举行 去年没有参加的朋友呢 今年就一定要安排时间来参加啦 那当然也在描述栏那一边呢 可以了解更多我们的活动详情 报名donate加入我们的会员 都可以帮助我们影王笔做更多 拍更多的影片走更远 好我是音音 下支影片再见